今天会有点忙 昨天看到网上有一个做香蕉糕 香蕉饼的一个配方 觉得不错 今天呢我也来做一个香蕉糕 这边是我的亲爱的同学们 在做麻花的视频 看到他们做麻花 我也想吃了 所以这一边呢 今天我也来做麻花 一点点热水 让糖融化 糖水油混合好了 加上一点点的泡打粉 倒入芝麻 一定要少量 金黄色的麻花面团揉好了 让它睡一会 我在外面来给大家秀一秀 我的小庄稼 这个纸说还没怎么亮相呢 盆栽辣椒 有点走题了 赶快回去继续做我的麻花和香蕉糕 做麻花了 把面团请出来 用擀面杖 把它擀平 擀成了一片不太厚的长方形 把它们切断 放置一会 搓麻花 前面说到 我们的那个芝麻不能放多 放多的话容易断 芝麻 芝麻在里边 只要每一根里头都沾有芝麻 有芝麻香味就行 扭一扭 Magic 如果还让它更有魅力一点 小巧一点 雕虫小剑 做好的麻花 让它们再醒一会 或者是睡一会 开始做翻角 这也是 这也是个力气活 以为做翻角简单一点 擀开也不容易 这个就擀成这样的一个面皮 然后呢 把它叠起来 双叠 然后三 四 切开 就成这个样子 这是会很大的翻角啊 因为的确是太难的擀开了 可是我后来想一想 何必和面较劲呢 不那么擀开 现在拉长一下 好 这样 然后我们从中间穿过去 这样转一下 还可以多转一圈 随时改变计划 这就是翻角 大家再看一看 哎呦喂 终于完工了 可是把我累到了 让它们再睡一下 品尝环节到了 先来一根什么呢 麻花 做得小 两口就解决了一个 很酥 因为我放了很多的油 再来一个 翻角 来一个秀气的 其实是一个 一样东西 不同的形状 好 完美收工 哎 不对 我的香蕉糕还没做了 可是我实在是太累了 明天接着干吧